米舅母只能劝女儿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你祖母和父亲既已拿定了主意 就没法子了 好孩子 你听话些 米家在广德亦是大户 日子过得不会差的 米玉莲冷笑道 哼 米家再是大户 过得好也是别房 咱们家与他们不是一致的 回去了难道还能分一份家产不成 祖母私下跟父亲说 弃了祖宅足田多年 现在回去 也不知道那屋子还能不能住人呢 就凭咱们家剩了几个钱 吃穿都不够的 叫父亲想法子 问侯府要些盘缠 父亲还说没法子 想叫母亲问二方要一些 你当我不知道吗 这话米肚之确实说过 米舅母没法否认 只能说 如今唯有见步行步吧 你父亲拿了主意 我还能怎么样 米玉莲气得哭了 别假的娘为了儿女 都愿出力的 为什么救我娘这么没用 从来都只会说没法子 你不是哄男二方伯母高兴吗 侯爷表哥 我是发了话要留你在京吗 他们既然愿意给你面子 你就求他们一求好了 只要他们发了话 祖母和父亲又能怎样 我不管 你必得答应我 否则 你就别怨我不认你这个娘 米舅母脸都清了 你胡说些什么呢 我哪里是胡说了 事关生死 你以为我跟祖母回去 就能过得好吗 你不在父亲身边 父亲本就有个姨娘 回了老家 说不定还会多那几个 那些贱人 若生得一儿半女的 父亲眼里 哪里还有哥哥和我 到时候 说不准会把我胡乱嫁了 那我还不去此呢 米舅母气得浑身发颤 但也真的有些担心 一脸灰败地回了居住的小院 就泛起心口疼来 随行那婆子见状就劝她 旧太太 虽说你这闺女不太懂事 但她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 你便想法子留了她下来 又有何妨 米舅母气苦地说道 她们不知道也就罢了 你一直跟在我身边伺候 难道还不知道我的难处 我哪里有法子呢 她虽说是去了米夫人处陪伴 但米家中亏有米营之掌管 根本用不着她 因米营之还未出阁 不清楚如何照看孕妇 须得寻妇人来帮衬 她还以为能搭把手 不料米夫人身边又有米家和建南侯府两处得力匍匐在 从衣食住行到喝的补药都全包了 同样用不着她 她在二房处 每日除了陪米夫人说话解闷 说些自家怀孩子时的保养诀窍 人家只是听听 未必照办 就没别的可做了 连针线活都有人负责 顶多就是在有亲友带着女眷上门道贺的时候 米舅母会出面招呼一下女眷 但别以为她就真的出了什么大力了 米夫人身边的得力人会跟她一块出去 告诉她来客是哪一位 跟二房是什么关系 然后还带她招待来者 她从头到尾除了问一声好 请人喝茶叫人慢走 就连多一句话都不必开口说 摆明了 人家二房不缺人手 请她去 不过是要借她米夫人轴力的身份 表示出面待客的不是个下人罢了 米舅母只在那里待了一天 就明白了自己的角色 非常配合 可就凭她这样的角色 想要求人答应自己的请求 她有哪里来的底气 那婆子却劝她 我们家侯爷 总有用舅太太的时候 舅太太去求一求也没什么 顶多就是欠下一个人情 日后 没法再求侯爷 在表姑娘的婚事上出力罢了 其实那也没什么要紧 舅太太若是留在了京城 只要在亲家夫人跟前得了好 我们和夫人念你的情 总要给娘家亲眷一点脸面 高门大户不敢肖想 一个阴时人家总还是能求得的 不是小的说话难听 就凭舅老爷如今的身份 表姑娘本来也嫁不着什么好人家 若是能留在舅太太身边 舅太太亲自替她看亲事 总归比别个挑的可靠些 是不是 米舅母想了半日 又想了一晚上 想得有了黑眼圈 才下了决心 必须要把女儿留下来不可 她本来还在犯愁 不知该怎么向米夫人 开这个口呢 如今倒能下决心了 米夫人可不想留下米玉莲 就冲着这丫头 差一点坏了她女儿的亲身 她就不能容 只是米舅母开了口 她不好直接拉下脸来 便淡淡地说 弟妹也不必过于担心了 我如今身子不好 身边才需要人来照看罢了 等这胎怀得稳了 缘也用不着弟妹再操心 弟妹若不放心侄女儿 只管回去与家人团聚 侄女儿年岁上小 倒也不必急着定亲 米舅母脸绿了 结结巴巴地解释自己 没有别的意思 若实在不行就算了 好容易才哄得米夫人的脸色好转 米舅母事情不成 正不知该如何是好 恰好赵秀坐了车过来 看望米夫人与米营之 她便眼巴巴地看着赵秀 想要求后者 但赵秀对她淡淡地 打过招呼后便直入后堂 见米夫人母女去了 并没有坐下与她说话的意思 赵秀探望过米夫人 问候了她的近况 得知她这几日一切都好 虽有些害喜 但症状也不是十分的严重 心里也就放心了 她这回来还兼着信使的任务 为祖母张氏捎来了一封信 信里说的不是别的 就是赵伟与米营之婚妻的事 米家如今的情形 张氏不好时时过来打扰 赵伟那边来得多了也不合适 但有些事情还是要尽早地定下的 否则两桩婚事的准备工作 也没法开展了 张氏心急 想尽可能在二月十五 赵伟十八岁生日之前 把婚期议定 这事要米省之夫妻商量着办的 米营之就得回避了 她羞红着脸 拉了赵秀去她房间小坐 经过游廊时 瞥见米舅母在花厅里坐着 米营之断了一顿 进了房间后便先向赵秀陪布施 因我一句提议 要累得你我两家都不得安宁 我看叔叔一家终究还是靠不住的 婶婶虽然性情还好 可太容易受家人挑唆了 远是我想得太简单了些 赵秀笑的 早前我们家就想到会这样的 其实也没啥要紧的 不管亲戚情分的话 我们家若连一个丢了官的亲戚都无法压制 我哥哥这侯爷就算是白做了 表姐不必操心 他们再蹦打 也成不了气候的 唉 就算府上有法子压制他们 平日里看得多了 也是烦心 现前只有婶婶与弟弟还好 如今婶婶似乎还想将她女儿也一并留下来 那位堂妹看着就不是个省心的 只怕留下来了 会后患无穷 赵秀却说道 没关系 一个小丫头 留不留得有什么要紧 只要舅母拎得轻就行了 从米营之房间里出来 赵秀就特地去寻了米舅母说话 问她平日的生活起居 又问了她娘家的事 米舅母受宠若惊 只是她与娘家人久不来往 只知道父母都已顽固 两个兄弟多年不见 也不知情况如何 实在说不出什么来 她趁机提了想要留女儿在身边的事 还再三保证 会把女儿调教好了 绝不让她闯祸 米玉莲从前能嚣张 能不把母亲放在眼里 不过是仗着祖母和父亲的宠爱罢了 离了他们 她一个小丫头能做什么 米舅母知道事情轻重 为了达到目的 她必须得拿出点什么 能让侯府满意的 赵秀笑眯眯的说道 这事也容易 只要舅母答应 别再让表妹多话舍事 留她下来也没什么 以舅母每月用度 多一个人吃饭也少不了多少钱 我明儿就打发人去接表妹 只是舅母别忘了今儿说过的话才好 若是表妹不乖 我可是随时都能将人送走的 米舅母吓了一跳 连忙小金的说 我一定把她管好了 赵秀第二天果真打发了婆子 去接米玉莲 要将她送到米舅母小院里去 米老太太与米肚之 怎么可能答应 死死拦着不许米玉莲出门 米老太太还大声地嚷嚷 献男侯和米省之 把我媳妇与孙子抢走就算了 如今为什么还要打我孙女的主意 若是有心要纳我孙女作妾 好歹要写封婚书来 赵秀派来的人 本来也不是真心要把人接走 听到她这话 立刻就收了手 回头一五一十地 跟米舅母说了 把手一摊 我们侯爷可经不起这样的胡说八道 实在是没法子了 就台台见谅 米舅母心里说不出的失望 她客客气气把人送走 关上门 眼里就流露出 对婆婆与丈夫的恨意来 都是他们在生事 若不是他们拦着 她又怎会与女儿分离 明摆着女儿刘京会有更好的前程 他们却只想着要借女儿来拿捏她 以往打她骂她也就罢了 她自己吃苦没什么 可儿女却是她的命根子 米舅母把牙一咬 下定了决心 明摆着建南侯府与米家二房 都比婆婆丈夫更好说话 只要这两家愿意照顾她 她就不怕婆婆与丈夫 真敢亏待了她的女儿 转眼就过了二月二龙台头 是米肚之母子出发的日子了 建南侯府准备了二十两的盘缠 又派了家丁相送 临上船前又送来了两个婆子和一房家人 美其名曰是赵秀派来照顾外祖母的 只是看到两个婆子的气势与言行 摆明了是精明人 米老太太看着他俩一左一右 将自己夹在中间的模样 心里就觉得有些不妙了 再看米肚之那边 身边也有两个人跟得紧了 他上哪儿 那俩人就跟到哪儿 与其说是来伺候人的 倒不如说是来监视看押的 难不成 这些人不但要送他们回广德 等到了老家 他们还得继续留在母子二人身边不成 米老太太顿时觉得虔诚灰暗 整个人都不能好了 把米肚之母子连带一个小女儿一起送走了 赵秀也能松了口气 多派几个人跟去伺候 也是为了以防万一 免得这对母子回到了广德州 打着贱男侯父殷亲的招牌四处框人 给赵家惹来麻烦 他们要是在老家 对着族人说米省之一家的坏话 也是不好的 那些话赵家人是不必放在心上 可米省之一家将来还得回家族生活 留几个人看着 也能避免米肚之母子俩说些不该说的话 做些不该做的事 如今米舅母带着儿子留在京城 赵伟与赵秀兄妹俩 有心要拿他们牵制米老太太和米肚之 但仔细一想 万一他们反过来利用米玉莲牵制米舅母 不是更糟糕吗 索性就为米舅母解决了这个后患吧 这个时间也不算长 只要等到米省之一家 不再需要米舅母时为止 到时候米舅母回了老家 跟着婆婆丈夫要如何相处 就跟赵秀他们没关系了 他的儿子若是个可堪造就 又心性正直的提携一二也没什么 他的女儿就让他自个儿操心去 赵秀甚至还事先嘱咐了自家 在杭州那边的茶行 让菜掌柜帮着买个小点的甜庄 五六十亩也就够了 当然不是送给米肚之一家的 那也太便宜了他们 米肚之如今身上不剩什么钱了 将来回了老家 日子太过拮据 族人肯定要过问 还少不得三天两头送东西过来 也许还要非易见男侯夫几句 赵秀就预留了这几十亩地的出产 专供米肚之一家的日常用度 足以保证他们吃穿不愁 勉强地维持个乡身人家的体面 却也没什么多余的钱财积存 而且钱粮都是要交到米老太太身边 伺候的那两个婆子手里 绝不过米家人的手 他们不想受穷 就乖乖听话吧 一旦不听话 赵家派去的仆人 随时可以截留这份供给 反正那地气还在赵维手里呢 就算别人知道了 肯接起旧家 那是贱男侯厚道 什么都不给 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谁说做外甥的就一定要养活旧旧呢 米氏族里不必因为担心 米肚之一家会饿死而伸出援手 米肚之一家也没有了上门打秋风的理由 如果他们还要厚着脸皮 求上门去 知机的族人就该知道要如何回绝 要是还回绝不了 赵维赵秀也帮不上忙 为防米肚之一张口颠倒黑白 往旁人头上泼脏水 赵维还特地写了信 给米家掌房组长 当然 那信写的极有技巧性 既告了状 为米肚之拉了仇恨 又不叫人抓住了画饼 赵维在官场见识了一番 已经历练出来了 笔杆子功力大涨 也不知米旧母 是不是明白了赵维赵秀兄妹的一番苦心 自她婆婆丈夫离开后 她整个人就好像摆脱了无形的枷锁一般 脸上的笑容也多起来了 她对米夫人这个轴力十分上心 样样照顾得周到 什么汤水补身体 什么小菜可开胃 她就给米夫人做 二房中窥 她不插手 需要她出面待客 她就客客气气地进到李树 太阳一下山 她就立刻回自己住的小院去了 直到次日用过早饭再过来 实在是没什么可挑剔的了 米夫人有些不好意思 特地让女儿买了一个小丫鬟和一个书童 书童直接送去了婉萍 照看米修明起居 小丫鬟则送了米旧母 省得她身边只有一个借来的婆子 跟着出门 帮着打扫 还得端茶倒水做饭洗衣 米旧母越发感米夫人的情 更用心地几分 招待来道贺的女眷时 有些也曾听闻过传言的 得知她是米肚枝的妻子 丈夫婆婆先前才来米省之家 闹过一回的 见米夫人请她来带课 都暗暗吃惊 有眼色的人就不提了 没眼色的 却忍不住要八卦一番 若是换了从前 米旧母定会拿画搪塞过去 如今她却不是这么做的 反而唉声叹气一番 也不明说 直到是自家的不是 又夸米省之夫妻仁厚 顺便还感激了一番 他们提携自家儿子读书 最后还要说几句 建南侯府的好话 谁要疑心建南侯 对外祖母与舅舅不睦 他必要跟那人 好生地变上一变 摆足了爱护小辈的 好舅母的模样 处处维护赵家兄妹 来人一听 便知道先前那事 是米肚枝理亏 如今连米肚枝的妻儿 都承认是自家错了 那所谓的谣言里 谁是谁非就一目了然了 建南侯府与米省之夫妻 都得了赞誉 米肚枝却越发名声扫地 从前与他同榜的近视们 私下提起 都不齿得很 虽然也有人连着米舅母 都觉得不齿 她米夫人太过人厚 但米舅母都忍了 只要建南侯府与米家二房 愿意帮她的儿子 这点闲话又算得了什么 如今她过得舒心 吃穿不愁 又不用被招打目骂 儿子还有了前程 可比从前好得多了 若说有哪里不足 那就只有她儿女的婚事 还未定下这一点 对此 米夫人已经给了米舅母 一个定心蛮 二房总有回老家 过年祭祖的时候 在广德也有不少的亲友 与掌房的关系还挺好 在广德 为米修明与米玉莲姐弟 寻个门当户对的姻缘 并不是难事 再者 如果米修明读书不成 在树木上 还有点长进的话 米省之 也可以带着他在刃上 见识见识 到时候 还怕说不着好亲吗 当然 这都是作为后备手段留着的 米舅母 还是想在京城 为儿女寻亲事 眼下已经暗暗在打听 左邻右舍 可有殷实之理的人家 又视灵儿女了 如今她没脸去求见男侯府 只能找这种 她可以接触得到的人家 米舅母这点心事 赵秀自然是不知道的 她如今也挺忙的 我会接受到这种